唐人街所有的小吃和它的金價量都是到最高峰 哇賽現在的金價33850 央食 那這裡呢 這一家是我們 這邊來自的 有這個 裸條的那個叫狗扎 所以我們來看到 這裡面還有甜品 對面就是白玉蘭酒店 館間來逛 又可以吃到很多 泰國的中國特色菜 然後我們今天 白玉蘭酒店對面 居然發現一下香港茶樓 樓底 我們進去看看吧 哇這裡的馬上就看到了 香港茶樓 叉燒 鮑魚 這個是松露 哇它的東西肯定就很好吃 那我們上去看一下 它這家開了五年 可是不接受預定 完了之後來就等位 周末吃飯終點 大家要注意 等位很難 平時還行 一開曼谷 很多東西 曼谷 你再回來 你覺得變化很大 新冠之前 新冠之後 你看到的變化 是明顯的 因為我是指針對吃的東西 有概念 這一家在唐人街 白玉蘭酒店對面 這家叫樓頂 他們這個發音是按照 潮州人的發音 叫做樓丹 所以呢 這家是我從來沒來吃過 因為我在曼谷的時候 這家店還沒開 人家牛是牛在不可以定位 願意來就來不願意來再見 那我今天來已經是一點半了 所以不用等位 才兩個號 我坐下來一下就輪到我 他主要是相當點心 和這個正常的 這個廣東式的茶樓 那他現在推出的是這個 脆體鴨 減百分之三十 九百多 那我們今天三個人吃飯 就叫了這個鴨子 這個鴨子實際上我們可以叫別的 就已經飽了 所以就略微的加了幾個點心 我喜歡的大家都知道 鳳酒 這個油條 包油條 果凋 包油條的 香港叫涼粉 又再叫了一些小零碎 那我們等他的東西上來以後 我們來看 但我覺得他的價錢 我還是這次回來買一個以後 我覺得還挺公道的 比如說我叫的鳳酒 八十株 我叫的蘿蔔糕 這樣的這幾個東西 都不算很貴 最貴的也就是一百五六 現在要吃好的地方的點心 少說兩百以上一點 所以這裡還是便宜 但是我要嘗嘗看他的味道好不好 這算是開胃菜 我來到這種廣州 我最喜歡吃他的開胃菜 這個他鮮米 酸一點點 但是很脆 嗯 小小一點開胃菜 也知道這個餐廳的品牌到南 這個蒜菜一吃 我對後面的菜 絕對的就是 非常好 太好吃了 韓羞炒 炒米粉 我們這個 有個小朋友 他就愛這一口 啊怎麼會是韓羞炒 炒米粉有這麼好吃嗎 我先來嘗嘗看 他說他來這裡吃 他必點的菜 我來嘗嘗看 必點的菜有多好吃 嗯 這個紅的顏色不是番茄醬的 這個紅的顏色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很入味 很香 很入味 但是香我覺得它是紅油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 紅生草不是很多 才沒幾根 啊 這個 哦對 這個韓羞炒 韓羞炒不老 口感也還可以 但是如果是你說 來到這種餐廳 讓我點個韓羞炒 那炒米粉應該不是香港的 啊 那個 香港的炒米粉應該是廣市的 它這個應該是在泰國的地方 它做了一個泰國人喜歡的地方 但這個味道肯定我是對它是香港特色 只有香港特色的東西 我才可以嘗得出好不好吃 像這種你問我好不好吃 實際上不是我可以嘗得出來的味道 真的一個北京鴨來了 北京鴨 我們家老爺子有這個鴨 它一定是這個鴨腿不可以沒有的 如果是你把它鴨腿切成肉了 他就是說我今天的鴨子怎麼沒有腿 他吃腿肉他不管 但是他要看到這樣的鴨子 鴨子腿 所以我就還是按照我們老爺子的習慣 雖然老爺子這次沒有跟我來曼谷 那這個方法還是要的 我叫他把那個鴨腿的片出來 給我們家老爺子看一下 讓他嘗一下說我們兩個腿還在喔 哇這個顏色夠 色香味鴨子顏色可以 但是吃口我要等它偏好下來以後 我先要吃 但是這家的餐廳 我吃這個我都會知道 酸菜我就會知道它的餐廳的質量到哪裡 他不給你定位 每一天的滿這是有道理 在中國這個鴨子是會多少錢 但是我不知道這裡就是泰幣 900多一千塊 你就算他一千 如果你算他一千塊的話 也就是兩百人民幣 中國是多少錢 留言給我看看 這個這裡的北京鴨 脆皮鴨是兩百人民幣 在中國會是多少錢 我們來看一下 泰國的物價到底是貴還是不貴 第一是薄餅要熱熱 再次放一塊脆皮鴨 我有的時候一包的 我就直接拿一塊脆皮鴨來嘗嘗 才會真正的吃得出它的這個味道 但是因為今天我覺得東西都很好吃 所以呢 我還是包一個 看看他包一個 這邊手上拿著一個 這邊再來一塊 看看 哇好脆呀 吃進去皮的香味 脆脆的 再次這個後面 黏了一點點這個油的 特別特別的那種鴨油香味 給熬出來了 哇這家這個鴨 嗯 好吃 特別香 包了這個東西呢 可能會解密一點 嗯 本來我們這個小朋友說 點個鴨子 我說點個鴨子 我說點鴨子幹什麼 我又派了去鴨子 喂 值得喔 來這家茶爐吃飯的 建議 一定要點這個鴨子 非常好吃 嗯 都吃了 這個黑色的 是 是 真酒 但是我不知道 他們說真的好吃 但我還是先吃我的鳳餅 我喜歡豆式的鳳餅 上次在這個青麥 這個曼大林哈雷 它裡面有鳳爪 但是不是豆豉 我喜歡吃豆豉 我喜歡吃豆豉 豆豉就是很香很入味好吃 所以喔 這家樓頂呢 實際上唐姐是推薦的 如果有來曼谷的人 避開這個高峰時間 就還會排一下下 這個是可以 因為今天還是禮拜六 一點多 我們就可以達到位 可能的話 就是來這邊喝個下午茶 避開高峰時間 避開東風 可以啊 很好吃 你看 這個 我們這個小 這個小吃貨在這裡 他說 黑松露的這個是他家的招牌 所以我來看看 黑松露到現在我記不住它的味道 也記不住它的香型 到底是什麼香型是黑松露 我來嘗嘗看 我覺得它裡面的蝦是很Q彈 東西很新鮮 沒有吃出來以後我沒有戴眼睛 我不知道土耳蝦 它裡面還有什麼東西是什麼 看不出 但是他們說黑松露 有它的固定口感 它很香 我吃不住它那個黑松露的口感 跟它的香型 我們今天這一餐 大家可以猜猜看 心理價位是多少 一整隻鴨 全部的結上2032株 一個鴨子 一個鴨子就1000株了嘛 對 實際它本金是1400株 它減30% 就變成900株 所以光是一個鴨子1000株的話 剩下的能吃那麼多也就1000株 這種性價比還是可以的 兩個人吃一個鴨子就夠了 再叫一個冰啤酒 哇爽死了 它的鴨子 光是鴨子烤肉吃 皮脆 還有一個是它的醬料 它的醬料很好吃 我對醬料特別講究 所以剛才那個鴨子的醬料 我們要趁它是為它佔一個非常好 可以喔 這個2000塊我覺得真的不錯 一個人只百塊錢吃一吃 吃的還可以打包 兩個鴨腿本來切下來就是可以看到鴨腿 可是最後大家都吃不下了 鴨腿還只能打包 晚上我可以喝冰濟酒 鴨腿 鴨腿 小鴨腿 中餐晚餐一起吃過 我是唐傑 這就是回到這裡的吧 因為這家店它前面還有鴨海鮮 還有